現在我們要來坐這個囉 汽車坐這片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啦 都是坐這片的 我們來看看 打開這個完成的檔案是像這樣子 你這個往前面拖一點點 拖一點點就可以看到 好 那這個檔案也長什麼樣子呢 長得像這樣子 你很早有一台車你敢這樣做的吧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事實上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那個線條 就是那個光線 我們就是用這些 這些接照來控制什麼 控制那個光線出現的位置 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到底什麼地方才應該出現光線 是不是本來確實有反光的地方 沒有反光的地方你出現光線 會不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會嘛 所以就是 但是那是塗的就是塗在反光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了解這樣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光線 那你怎麼做那個光線那個線條 根本我們剛剛寫的漸層有關系 剛剛寫的漸層有關系 那你看 我們的 那個線 在這裡 我點到它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我把背景先換個叫顏色好了 好 所以 一直 關機跟各位講 所以 其實的話 預設 我們一打開 它的文件是多大 是在這裡 550X400 有沒有 所以 如果說 萬一你開一個新檔案 你不算這麼大的時候 你會在修改裡面的文件 把它改變一下 那我現在背景先變黑色的 有沒有比較看得清楚那個 光線的感覺 有沒有 好 所以 這個是一個漸層 中間就是 什麼顏色 白色 旁邊呢 錯 錯 錯 事實上是白色沒有錯 但是 透明度是0 因為我今天如果我背景換成別的顏色 你看 我背景換成別的顏色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穿透 有沒有旁邊就有穿透 所以 它實際上是白色 但是 在旁邊就要把那個顏色變成什麼 變成 透明的 你如果今天是用黑色 白色黑色 那就完蛋了 車子就真的變 會毀掉了 所以 黑色是不是印到車子上上去了 這樣就不OK了 所以就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邊來做一下 好 現在車子有了 我現在要增加一個 那個 那個 光線 所以這個是車子 這個是 線條 OK 那有沒有做那個部分呢 你當然就是用什麼 矩形的工具來畫 對不對 好 那你就先畫看看 如果你就這樣看有時候不清楚 你就先暫時把背景 換成別的顏色沒有關係 好 我就在這裡畫一條 你先暫時把皮的或者紅的 因為這樣你的漸層比較好調整 好 我先畫好之後 這個漸層是你要的嗎 對不對 所以你點到它 好 我重新 在這邊進來 我告訴他我不要這個 但是這裡 選不到我要的怎麼辦 找到有一個 剛剛有沒有一個面板叫做顏色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先講那個 你不講那個這個就不會做 因為那個工具你沒學過 好 原色 點到這個 記得是點到甜色 甜色的地方 那這個不是我壓的 所以我現在呢 希望說 這個改變一下 你如果這個點太多了 你就把它按著丟到外面 有沒有 按著 丟到外面 有沒有不見了 如果不夠就點一下 就增加進來 那我現在只要搞留三個點就好了 三個都是白色的 有沒有 三個都是白色的 但是 左邊跟右邊那個點 除了白色外 很重要的R打 R打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透明度 把你把透明度呢 變成0 點到它 右左邊 咦 這裡跑掉了 把那個透明度變成0 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刷在圈圈圈 我們的這個 看起來會有點看到格子的感覺 有沒有 所以代表它是透明的 當然中間不一定是完全的透明 你也可以把中間這個 假設你要稍微好一點 你可以把中間這個稍微 有一點半透明 這樣效果會更好 好 你看我現在做好了 這邊有沒有變 現在是選擇 我們點到旁邊 有沒有看到這種感覺 有看到的話 萬一方向錯的話 知道怎麼調吧 我們剛剛有沒有用這個根據 你這個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所以你把這個做好了之後 那我們呢 先幫他做一個動作 把他做一個群組 為什麼要做群組 因為當我們在做段話的時候 我們會 線條是怎麼掃的 我們再完成打 線條是這樣子 由這邊你看 爬爬爬爬爬爬爬下來 有沒有要先上去 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想說奇怪 那你為什麼不要 這樣 就比較如果有了 我才說質感不一樣 質感不一樣 因為你有一些 關鍵這樣的動畫 角度這樣動畫 寬起來比較像中的 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可以自己玩看看 好不好 所以 為什麼我剛剛說要先做群組 因為如果不做群組 我們在這個動畫的過程裡面 它那個漸層也會更改變 我現在要做的 漸層是已經畫下 光線已經固定下來了 不用再做像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叫什麼 呃 白天黑夜變化 顏色不做變化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群組就好了 所以我在這邊選到它 就要來這邊把它做一個群組 有沒有變個外觀 所以說我在移動改變的時候 因為我就移動古堅動畫 它就不會跟著 顏色不會跟著改變 這樣你了解那個意思了嗎 所以你看 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把整個動畫做完 好不好 你先有個患念 那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 你可以在四床後的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玩一下 好 所以現在呢 把它先移到比較適合的地方 比如移到這邊來 我把它的角度稍微改變一下 好 那這是我的路徑 那 跟各位傳遞下 一般來講這個變形工具 我通常都是有需要所以我再吹過來 如果已經調整好了 我會再放回這個 箭頭上去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會不小心弄到它 對不對 所以通常你會弄好了 染成習慣 就把它吃回來 好 現在呢 我要做動畫囉 上面這個線條 我要從 左上角 假設我從這邊 我要卡到 右下角 好 然後呢 再從這裡 再轉個方向 轉 再從這裡 我們比如說到這裡好了 再插入關鍵盒 好 直接把移到這邊 在中間 補件動畫 是不是做進來 這裡你要不要做就沒關係 這邊補件它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線條的動畫 然後跳過來 是不是這樣上來 對不對 好 現在 線條動畫做好了 但是 這樣全都要出現 很難看 對不對 看起來就像假的 你看 那有人這樣 所以我現在希望這個 線條的動畫 能夠指在什麼 車子有閃光的地方出現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遮照 是遮住誰 不是遮住車子 是遮住剛剛那個線條動畫 所以我們再增加一個 現在呢 現在呢 遮照 這個時候你要注意 我們剛剛有特別強調 遮照可不可以用線條做 遮照可不可以用線條嗎 不行 所以 因為你要畫這個 要畫這個的話 要用什麼工具畫 你看看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有什麼工具 我們就畫這個線條 所以會比較好畫 用這個當然不行 這是線條 這個也是線條 這個這個也是線條 只有哪一隻 是不是這個底紗 才是 把那個 填色畫出來 不會 所以我們用底紗 好 用底紗 那底紗 你是用什麼顏色的 就隨便你了 你今天不要跟它一樣的顏色 假設我用藍色的 好 現在我們就來畫看看 你這樣畫的時候呢 你的底紗大小是可以調整的 我等到嗎 這裡有一個 筆刷筆刷 填色和筆刷 好 你看 有沒有 這個我畫 它這邊是不見的 再來 在這裡 畫下去就不見了 好 沒有關係 這個我先刪掉 來 點到它 你就來這邊 筆刷 7T 你就實際畫看看 你把 這個 畫一下 畫一下 你的筆刷也可以變大一點 它在下面這裡有一個筆刷 有一個那個筆刷大小 考慮哪裡 平滑畫 好 沒有關係 你就畫一下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對不對這裡也有 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外桿顯示出來也可以 這個顏色我畫一下 這樣你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有看它的畫在哪裡 這邊你可以畫一下 畫一下 假如我們就畫到這邊 好 那麼現在呢 它就要變車架的按鈕鍵 真正變車架上下 所以我們要移動看看 有沒有指到這裡出現 你知道那個意思了吧 有沒有了解這個概念 清楚了 所以 有蠻好玩的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應用 好 那你就可以產生類似這樣的效果 我來 Color 我有一個好事 在第三位上面 畫園